- 大家好,我是阿彤,顧為民喻,歡迎收看今天首相Rui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台股大盤表現 今天台股大盤形成一個叫量價的一個奇陽 那收盤大漲一個96點 那成交量擴大大概1648億的一個量 那畢竟我想以今天這個台股大盤指數 今天最高來到這個10963已經相對就是說 創下這個波段 這幾乎性反彈以來的一個最高點 那這一段當然的話 從這個上上個禮拜禮拜五 在7月6號當時指數來到這個10523的一個後續 那也展開這段幾乎性反彈 那我想到目前為止到今天這個高點 這個指數已經漲了一個440點之多 那畢竟我想以在今天這個盤面當中 六條均線 包括最上方的這條半年線 一樣在今天直接 形成一條跳空的一個越過 跳空越過 那畢竟我想以今天這個台股大盤大漲一個 快接近百點 我想大家都知道 等於說今天這個全子龍頭 就是這個2330這個台積電 今天一漲就漲了13塊錢 那相當於我們在以前有跟各位分享過 我想以台積電它漲一塊 相對貢獻這個指數快接近到10點 那等於說它漲了一個13塊錢 這個變成說它今天實際上 就以一檔台積電這檔標的來講 貢獻這個指數都有超過100點之多 那等於是說 幾幾乎乎今天是漲 主要是漲這個叫台積電而已 那畢竟我想就是說我們針對 在今天指數大漲 那問題說 我們把這個全部上市上貴公司 所有的1500多檔個股 我們來做一個全面性的檢視 各位不妨可以看一下 我以今天就是說上漲的這個加速 是500多檔 那畢竟下跌的加速有高達這個878檔 等於是說超過六成以上 快接近三分之二的這個個股 大盤漲的快100點 那問題 這個下跌的這個加速居然 往超過這個六成 就是說三分之二的個股 它是形成一下壓回的一個態勢 那這個是之所以 為了說我們就說 包括我想這一波這個最關鍵的一個點 是落在這個 在7月6號當時連續兩天創低 到這個10523那個當下 那變成說為了說我們在當時 基於總共五個因素 那也很清楚跟各位做強調 基於性反彈要清楚 也要展開 那我想就在當時 當時我們在這個7月5號6號 那時候我們在Light at 主頁當中的一個分享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持有這樣子的看法 那當然話就是說 以這個波段的一個基於性反彈 果然如往我們的預期彈上來 那相對就是說 包括在現階段出的今天以外 在這個禮拜大概都是處在這個 包括半年線跟這個季線的一個壓力區 在做個震盪 那當然話就是說 以從這個基數性反彈 做個展開這個當下 那為了說我們在每一天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針對目前這個階段點的一個 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我想我們每天都跟各位提示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叫什麼 慎選主流 你要買的話一定要買對主流 第二個叫做太弱換強 因為畢竟我想以今天這個台股大盤 大漲快接近白點 那問題我想 絕大多數的這個散戶投資派門 並沒有感受得到這種 愉悅的一個 就是說大漲的一個愉悅感 那相對來說最主要的因素 還是落在前波這樣子 一殺一殺一拉回 拉回高達738.4多 那相對就是說 絕大多數的一些個股 都依然處在一個叫套牢的狀況 那尤其我們每天在節目當中 給各位做強調 你在這個階段點 可以買進的一些相關個股 你一定要買這種叫做 買點產生 買點弧線 有訊號 有買點訊號產生的這些個股 各位你才可以來做買進 那我想相對就是說 一些賣出訊號產生的一些個股 尤其是說 波段的一個賣出訊號產生的 表弟我想這些個股 全面性每天建議各位 一定要去說 用泰幻 走哪裡 我想就是說這些個股 盛防他後續 再殺一趟 大盤漲他的問題 這些個股跌他的 相對就是說 一路跌一路跌 實際又做到一趟創低 破敵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會造就各位 虧損的一個擴大 那當然話就是說我們在之前 兩個禮拜之前 預告各位這個階段點要展開 記錄性反彈 那各位你就說你當時套了 這樣一路殺下來 殺700多點 套了這些籌碼 你無論如何要去形成 不要在這個點做個殺低 那就靜待他談上來 到了這個相關的一個位置 我們當時我們直接給各位一個整數 一個10850 這相對這個位置點 你要賣 再來找賣點的一個動作 那畢竟有意義就是說 目前這個階段 大半今天大大氣 賣到100點 那問題 幾乎三分之二的個股是下跌 那這是之所以 我們也不斷 跟各位做到強調就是說 因為畢竟個股走勢非常非常分歧 那這個是之所以各位 買一定要買這個 有買點訊號的一些標的 那賣相對 針對一些弱勢 賣點產生的這個股 你無論如何 要去做到好好的處理 那畢竟就是說 如何來造就各位 你有套牢持股的投資朋友們 如何來做一個因應 我想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禮拜 一樣在我們Light at當中 都提供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兩個這種方法 你可以運用好這兩個方式 第一個叫做選就是換股 第二個叫做價差的操作 一段一段這個價差操作 我想你依然都可以很清楚 輕鬆很成功的帶給各位 輕鬆的來去做到一段緩貸為勝 我想這個做法的部分 各位我們就是說 在這個Light at的主頁當中 都有給各位做到一段分享 那主頁當中的這個訊息都會流著 那各位就不妨可以直接 去做一段好好的一個 一個收看 了解一下 到底你套牢持股 你運用這兩個方式 依然都可以成功 去協助到各位 成功的一個緩貸為勝 當然我想後續到下個禮拜 這個策略面那個重點 依然是做沒有做改變 尤其是說 六條金線都已經全面漲上去 這個盤又幾幾乎要恢復到一個叫多頭架構 那多頭架構當然的話 之前前一個波段這個密集的套牢區 都在一萬一千點 那一萬一千點我想距離今天這個高點 不過三四十點而已 也非常非常是逼近 那所以我想後續到下個禮拜 針對我們在近期提示給各位 這個策略面重點 除了第一個叫做盛選主流 甚至第二個就是說 好好針對你持股的部分 要去做到太弱換牢的一個動作 我想到下個禮拜 逼近到一萬一千點 這個指數直接往一萬一千點 做靠近的那個當下 這個現象會更加的一個激烈 一個明顯 那當然的話 無論如何 該採取動作 該採取這個策略的話 無論如何要拿出這個實際上一個行動 那針對大盤的部分 那有許歐老師我們就說 每天在節目當中給各位特別強調 就說 我們的每一趟這個操作都是 都是無論如何 根據訊號 執行各位 該做了一個動作 根據訊號有訊號 才執行動作 那畢竟這個訊號在哪邊 我想我們透過我們這套這個 智慧型這個操作軟體 全面性 不僅僅可以協助各位 第一個叫精確選股 第二個叫做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喜劇工包含盤式的掌握 包含這個大盤 我想你在近期 從這個短多的一個買進訊號 之前前一個波段 大盤在6月7號創高 那6月8號產生這個短多的一個賣點 在這個1156點 這檔這樣拉回一拉回六七百點 那相對於就是說在近期 在這個7月9號的當下 產生這個短多的一個買進訊號在多少 10696 我想九百千元 這個賣出訊號都還沒有產生 那當然的話 你都依然都可以做一個續爆的動作 就OK 短多還在走延續 那長線波段的步伐 包括就是說你透過這個軟體 我想到底能不能幫助各位來全面性掌握 這個盤勢的一個重點 包括就是說在這個 在之前6月14號 產生一個叫波段的一個賣出訊號 那這個賣出訊號是落在11143點 那當時我想各位 你擁有這麼一套工具 那當然的話 告訴各位這個訊號產生一個當下 我想各位你在這個6月14號 賣在11100多點的話 後續這段快速拉回 一拉回六七百點 我想這個 就成功帶著各位 避開這樣子的一個快速拉回的一個風險 那相對我講到近期 近期在7月12號 又產生了一個叫波段的一個買進訊號 那這個買進訊號在這個10643 我想到目前為止 持續性都還在做一個延續這個上工 那當然的話這個漲勢都還在做一個延續 多頭力道還在做一個擴充 那當然後續這個紀錄性反彈 依然都要去做到一趟延續 當然到後禮拜這個 逼近到11000點 震盪會形成加劇 震盪會形成加劇 震盪會形成加劇盪的話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操作大盤 我們是操作個股的部分 那個股我想走勢分歧的態勢會越來越激烈 那當然的話 我們提示給各位的這兩個操作策略的一個重點 還是要請各位去做到密切的一個掌握 這大盤部分 那另外我想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一套好的工具的一個協助 如何來幫助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聰明投資 獲利就會變得很輕鬆 尤其說包括像禮拜五 禮拜五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個軟體的一個精挑細選 針對在禮拜五 產生這個快達短度的個股 總共有兩檔個股 這兩檔股票包括像這個 第一個是6120的這個叫達韻 第二個是4976這個加零的部分 我想這兩檔股票像今天達韻 從他買點產生的後續 收盤是收到今天最高點 這收盤是漲的到6.1%之多 那另外這檔光血鏡頭的這個 4976這個加零的部分 其實是亮燈鎖住漲停 那畢竟我想透過這個軟體 我想挑出來的個股都不多 一檔兩檔兩檔三檔 等於是說相對應 你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精挑細選 我想好的標的 不同階段點 這個會產生的這些主流標的 我想你依然都可以用這個軟體的協助 來幫各位去做這樣完完全全 掌握住每一個階段的這個主流 強制主流個股 那我想以這兩檔個股 包括像達韻部分 今天他產生這個叫短多的一個買進 需要再多少 28.15 28.15 剛剛好這個買點做弧線 買點做弧線 那當然要幫你答應這檔標的 今天收盤今天太半 收盤收到今天的最高點 30.25 今天一漲也漲了一個6.1%之多 這是這檔今天的快達短多個股 那另外一檔這個加零部分 我想以這檔標的更經典 從他在今天產生這個短多的一個買進 需要再多少 53.2% 買點做弧線 買點弧線的後續到今天 今天是我們馬上去做到 亮燈的一個強鎖漲停 加零今天股價已經來到多少 來到58塊半 58元 亮燈鎖住漲停 我想包括像這個加零 甚至吳老師我們在今天這個盤中 Light at的資訊分享 我們在這個11點多的時候 還特別針對這個族群 就是說相關 二線光學鏡頭的一些個股 尤其說這些標的 在近期 陸陸續續有產生這個買進的訊號 所以說有買點做產生 當然的話你要買 也只能買這種有買點產生 這種相關的一些個股 除了就是說我們在今天分享給各位 除了像加零是今天的這個快達短多標的以外 那包括在昨天 6209的這個金國光 他在昨天的產生一個叫波段的一個買進訊號 這個剛好是有空翻多 剛剛好買點做個弧線 那買點做個弧線 我想今天這個 今天金國光的部分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是大漲7% 大漲7% 我想一樣 透過這個軟體的協助 不僅僅我想 每一個階段 最強勢最強勢的這種主流標的 因為畢竟我們連續幾天也跟各位做強調 目前這個勘張 主流在做調整 主流在做改變 那你如何 就是說這個資金到底如何來做的移動 我想你全面性透過這個軟體的一個 每一天的這個掌握 我想這些主流標的也依然 都能夠幫助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去做到這樣完完全全的掌握 那大漲我想今天是剛好今天是禮拜五 那我們就說 除了我們在之前 六月份帶給各位 大半射七百幾點 包括像六月份我們帶給各位 像這個5328的華榮 兩趟操作 獲利畢竟到快接近80% 6118的建打 建打今天又漲停 比如說它是修正後的漲停 等於是說 建打這檔標的一樣 從它買點產生的後續 當時我們在6月21號 當天唯一 在lite at分享給各位的這麼一檔標的 我想這檔高評 到目前就是說 從它買點產生的後續 七天你看到五根漲停 所以各位你覺得就是說 你今天或許各位 今天大盤的漲得快接近100點 那各位你嗨不起來 我想嗨不起來 絕對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一個原因 就是說因為你之前 有套了一些個股 所以我想我們在之前 就是說我們千金的藍買早知道 就是說你在當時 大盤在做個修正的一個過程當中 就是說你透過這個軟體的協助 你去買到不管是華榮 買到建打 我想各位 你全面性 不會去感受到這個大盤 壓回的這種壓力 甚至說這波反彈 到底要去買進哪些標題 我想 我們從上個禮拜 禮拜二禮拜三禮拜四 我想我們針對每一天我們 鎖定的這些 就是說買點產生的這些個股 我想 依然都能夠協助各位在 這個七七分反彈 做一個展開當中 你也依然都能夠去成功 去做到它買對主流的一個態勢 那包括我想在從上個禮拜 另一個禮拜二 針對這檔工業4.0的1597 這個值得 從當時7月10號禮拜二 9點52分待進 因為買點產生134塊 買點做個弧線 那買點產生的後續我想 以值得在上個禮拜五是漲停 這個禮拜禮拜一 實際做個創高 創高我想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預告各位 快打部隊我們的策略 大概操作訊息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那等於說從它買點到 到禮拜一的時候 已經超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那等於說我們預告各位 隨即我們做到 獲率出場這個動作 我想在這個禮拜禮拜二 定期禮拜二的時間點 它的一個短多賣出去 賣點做產生 賣點做產生當的話 二話不說 去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那這一段價差 大概一個禮拜來到17.1% 也達正我們這叫做多獲利 賺10%的獲利目標 如果說國圍 你賣點產生 你不賣 現在又做修正拉回 往到目前為止大概拉回 快接近9% 你獲利也不夠才10幾% 那問題 你抱上去又抱下來 這個是之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在 這個階段點 帶各位來採一個 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的一個 最主要因素 因為畢竟我們目的無它 我們不跟股票談連累 我們只是說 把一段一段這個價差 透過這個買賣點的一個訊號 買點產生做買進 賣點產生做賣出 把它這一段一段這個價差 去做得讓擷取就OK 好像值得禮拜二做出場 那上個禮拜的這個相關MOSFIT 我們是買進5299的這個捷利的部分 我想這兩個股一樣 從它買點在這個7月11號 這個132塊半產生這個 短多的一個買進訊號的後續 我想這兩標的 一樣到禮拜二 到這個禮拜禮拜二連續四天 天天收漲 每天我們創高的漲停 禮拜一還亮燈工漲停 那相對就是說 以捷利我們一樣預告各位 禮拜二我們就即將把它去做到獲利落袋 因為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運作 操作巡軟一個禮拜上下 那問題賣點要做個產生這個當下 那當然的話我們二話不說 就做一個賣的動作 那我想這檔股票 這樣一段價差 一個禮拜12.8% 一樣達正我們快打部隊這個做作獲利 賺10%的獲利目標 那問題各位你不賣 賣點產生你不賣 賣點在這149塊半 賣點產生你不是之前賣的一個動作 後續這樣子壓回 到今天連續四天天天跌 那我想以捷利這檔標定 你如果說你賣點產生之後你不賣 到目前價差差了多少 差了24塊錢 一張差2萬4千塊 就是說百分比也有16% 那變成說你這一段也不過賺了12.8% 結果你不賣這樣套下來的實際上結果 到現階段你是賠掉 賠掉16% 這樣一來一往 你不僅僅12.8%沒有去賺到 你不賣的一個實際上結果壓回 你現階段如果說到今天還沒有賣的投資 你到今天你緩而是主在一個叫套勞的狀況 那這個是之所以你抱上去再抱下來 我想不僅僅把獲利吃光光不搭金 那你又跌破你的成本 那相對就是說你一樣 形成一個要持續性的套勞 這是之所以我們不斷給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我們要踩這個叫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尤其賣點產生 你一定要去根據訊號來執行 該做的這個動作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竭力到今天連續四天的一個壓回 賣點產生不賣 抱上去又抱下來 我想這個是一切都沒辦法 為什麼我們這次快打部隊 就是要做到一趟叫做價差的一個擷取 價差的一個擷取就OK 那另外在上個禮拜四的這個創意 我想禮拜四一樣 從他買點產生在27 2.5 12點42分殆盡 後續我想這兩表弟一樣天天漲 從他買點在上個禮拜四 就是買點在這邊 到這個禮拜禮拜三 禮拜三已經來到這裡了 波段買 就是說波段電廠個股 我們在 就是說在禮拜三的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也都跟各位做分享 買進賣出 相對就是說 價差也有來到這個18.2%的一個價差 全面性超標達正 我們是要快打部隊做到獲利賺10%的一個獲利目標 所以我目前這個禮拜就是大盤在做技術性反彈 那重點我想 各股走勢極度分歧 那變成說我們的投資朋友們 如果說你到現階段還有一些套老吃股 套老吃股你不知道如何做一個解決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到我們這個LINE AT主頁當中 去做個好好收看 那我們就運用到一個好的一個工具 我想不管是我們要換股 換到哪一些主流個股 甚至包括這個買賣點的一個決定 尤其是買賣點這個價位 我想這個價位 全部上市上規公司每檔個股都適用 不是說只有我們給各位分享這個標的 全部每檔個股 你輸入股名代號很清楚 訊號在哪邊 買點在哪邊賣點在哪邊 我想這個都清清楚楚 適用以後全部上市上規 每檔個股都適用 相對如果說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現在手中手中持有一些 賣出波段賣出訊號已經產生了個股 那你當的話 無論如何我們建議各位 絕對不能再自私不理 一定要有所動作 那你去做到太患還是說 採一個叫價差操作的一個策略都很容易 能夠幫助各位去做到反敗為勝 那到底問題說訊號在哪邊 不管賣點還是賣點 我想全面性軟體都會告訴各位 那針對我們這套這個智慧型操板工具 我想不管是說以往的 包括這些相關的這些主流個股 不管華融 建打的部分我想 都帶給各位相當豐厚的獲利 那變成說這個訊號的產生軟體 可以全部告告知各位 相對如何來做取得 那為了說我們在今天一樣實際性 有提供給各位 499到封關的這個特別活動 特別優惠的一個訊息 那這個活動就是說各位 加入我們這個快打部隊雙股會的運作 那變成說我們直接針對這一套 智慧型的操板軟體 會做到直接附贈 那相關這個499的這個特惠的方案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到我們這個LINE AT 直接做一個登記的一個洽訊 好 今天我們告段落 謝謝各位收看 祝各位家庭休假愉快 我們下週再見